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福康公主 就是宋仁宗皇帝的大女儿 在电视剧《清平月》中的辉柔公主 辉柔公主曾经和她的婆母李伟的母亲杨夫人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然后辉柔公主夜寇宫门 此后辉柔公主就住进了宫里 她和李伟的婚姻实际上这时候已经是名存实亡 李伟的家人也曾经上书仁宗皇帝请求和离 想和辉柔公主离婚 仁宗皇帝也答应了 也剥夺了李伟驸马都尉的头衔 实际上这时候这段婚姻已经是结束了 如果从此以后辉柔公主就安心的住在宫里 或许以后又能碰上一个她所如意的郎君 那么她今后的人生之路 肯定不会像她后来发生的那样悲惨 但是很可惜 不知道仁宗皇帝是怎么想的 最后还是决定要把公主送回了公主府 与李伟继续那段并不美满的婚姻 这可以说是仁宗皇帝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 她把她最爱的女儿推入了决地 五个月以后 仁宗皇帝驾崩 辉柔公主就再也没有了依靠 可以想象她与李伟的夫妻生活绝对不会和睦 她也很有可能不止一次的想再回到宫里 但是这时候的她已经回不去了 因为在宫里以前她的住所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仁宗驾崩以后 因为仁宗无子所以继承她皇位的是她的侄子赵宗石 而赵宗石在她被列为储君的路上上上下下了几回 所以对仁宗皇帝是心存怨念 所以她继位不久就把仁宗皇帝几个没有出阁的女儿全部赶出了皇宫 让她们另择府地居住 而让她的几个女儿搬了进来 辉柔公主以前的住所自然也被新的公主所占据 这样辉柔公主就再也回不去了 仁宗皇帝的去世使辉柔公主失去了最大的依靠 而继位的又是那位对仁宗皇帝颇有抵触情绪的宋英宗 辉柔公主自然再也得不到她娘家的支持 那么她在公主府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七年以后辉柔公主病逝年仅32岁 虽然说是病重而死 但是当时的宋神宗有理由相信 辉柔公主在生前最后的日子曾经遭受过虐待 于是宋神宗惩办了驸马都尉李伟 但此时的辉柔公主已经是香肖玉女 关于辉柔公主的这段经历呢 在我以前的一期视频节目中有过非常详细的介绍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看一下 今天呢 我只简单的说说 因为今天所要讲的这位公主和辉柔公主很有关系 这位公主呢就是当年被她的父亲宋英宗安排住进了皇宫 占据了以前仁宗皇帝那些公主们住所的新公主之一 她就是宋英宗的二女儿赵乾羽 先跟大家说说公主这个称谓是从何而来的 公主这个称谓呢是来自于周朝 当时周天子嫁女的时候呢 因为天子的地位尊崇所以呢 不适合做主婚人 于是周天子就选择了他们家族中 就是畸性家族中 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做自己女儿的主婚人 当时地位最高的除了天子以外 那就是公爵 由公爵来做皇帝女儿的主婚人 这就是公主的来历 在周朝和战国时期呢 公主这个称谓呢 并不像后来那么固定为皇帝的女儿 在那个时候呢 有些诸侯国国君的女儿也称为公主 除了公主这个名称以外 在周朝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叫王姬 这也是说的是天子的女儿 后来到了正和年间 也就是宋徽宗执政期间 全向蔡经上奏说 应该按照周朝的旧礼 将公主改称为帝姬 宋徽宗觉得言之有礼 就答应了 这样在宋徽宗期间 公主这个称呼就变成了帝姬 这个称谓呢 听起来还是挺别扭的 怎么听 怎么像说的是皇帝的女人 而不是皇帝的女儿 而且周朝的天子的女儿叫王姬 是因为周天子本姓姬 这个帝姬听起来呢 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好在呢 这个名称只存在于徽宗一朝 到了宋高宗照构的时候 就恢复了旧制 而帝姬也成了历史上最惨的公主们的代名词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公主在亡国之后真的成了任人践踏的帝姬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柔福帝姬的故事 当时真假柔福帝姬议案在南宋政坛上可以说是轰动一时 不过今天呢 咱们讲的不是关于帝姬的故事 咱们讲的呢 是关于宋英宗的公主 这位保安公主赵浅渝的故事 宋英宗总共有四个女儿 其中有两个女儿 非常确定 是皇后高涛涛所生 另外两个女儿呢 据说也是高涛涛所生 但是呢 并不确实 高涛涛总共给宋英宗生了六个孩子 四个儿子 两个女儿 这是确定的 另外再加上那两位不确定的公主 有可能就是八个孩子 高涛涛与宋英宗同岁 他十五岁嫁给宋英宗以后 十六岁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就是后来的宋神宗赵虚 再往后又连生了五个或者七个孩子 高皇后是越生孩子身体越健康 而宋英宗呢 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后来呢 还是宋神宗以前的皇后 这时候的曹太后 出了一个主意 说皇帝身体不好 应该让他纳几个妃嫔 全当是冲冲喜 这样宋英宗才纳了几个妃子 后宫中也有了除了高涛涛以外的另外几个皇帝的女人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大虚之体难扛大补 宋英宗在纳飞之后的第二年就挂了冲喜还真的就变成了冲喜 冲得干干净净的 虽然失去了父亲的疼爱 但是宋英宗的那些公主们仍然不缺宠爱 因为继位的就是他们的大哥宋神宗赵须 而他们的生母高太后在宫中的地位更是无人可以匹敌 所以毫无疑问 宝安公主赵浅宇 她那时候在宫中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的美好 她在结婚前的日子一定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她一定是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她的母亲和皇兄的宠爱 甚至我们可以猜测 她可能是所有的公主中得到的宠爱最多的 因为她天性善良温柔又好失文 这样的女孩子谁会不喜欢呢 还真有 而且随着保安公主赵浅宇的慢慢的长大 她离这个不喜欢她的人越来越近 这个人叫王申 是北宋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人 王全斌的是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义一起打天下的那帮将领之一 当时他作为主帅攻打后蜀国 王全斌很会带兵打仗 一战就击败了后蜀国的军队 但是他这个人的生性比较残暴 经常是纵兵抢劫 这样就激起了蜀地人民的反抗 大大小小的起义是此起彼伏 王全斌还很好色 他看上了后蜀国君梦场的贵妃 那位著名的花蕊夫人 想那为己有 赵匡印知道这事以后是大为恼火 怒斥王全斌说你作为领军大将 不思建功立业 天下未定之际你竟想着左拥右抱美女在怀 实在是大不应该 于是就撤了王全斌的官职 让他回家去陪老婆 而把花蕊夫人纳入了自己的后宫 这样的祸水只能由赵匡印震自己来读引了 花蕊夫人曾经做过一首诗 大家可能有所了解 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 君王承上数祥齐 窃在身宫怎得之 十四万人齐结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后来花蕊夫人报死 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到了王申这一代呢 王家多少已经有了点败落之相 因为王申的父亲并没有做官 王申本人非常的有才华 在当时北宋群星灿烂的文摊中 绝对会有王申的一席之地 他不仅是诗文写的好 画画的更好 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官职 所以当时他的官职也非常的低微 他曾经接手了一项工作 就是都造公主府 当时他还和同事私底下说 说我们现在没日没夜的都造工程 不知道将来是哪位公主要住在这里 没想到几年以后 他竟然成了这个府地的男主人 保安公主赵潜宇是一位标准的文学女青年 所以他对王申的才华是仰慕已久 当他的皇兄和母亲把王申定为他的驸马的时候 他一定是满心欢喜 他终于可以嫁给一个他喜欢的人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宋朝的公主没有和亲的 一个都没有 究其原因呢 只能说是每一个朝代都有每一个朝代不同的气质 在宋朝对和亲这件事情的认识与以往的朝代是不一样的 以往的朝代像汉朝啊 唐朝武力值比较高 在与外族的作战中的基本上也是处于优势 所以呢 这两个朝代公主去和亲并不被认为是耻辱的事情 而是当作了一种外交策略 在宋朝呢 士大夫阶层有很大的发言权 而这些士大夫们认为和亲是有伟伦理刚长 有损国格人格 这样的事情 宋朝绝对不会做 而且加之宋朝在与外族作战时候呢 并不占优势 这样的话 和亲就有点启和的意思 让一个女人去承担男人失败的代价 这样的事情 在宋朝人看来是奇耻大辱 所谓是可杀不可辱 所以在当年辽国的皇帝向仁宗皇帝提出和亲的时候 仁宗皇帝是断然拒绝 毫无商榷的余地 碎碧可以加 地也可以割 但公主绝不和亲 公主不和亲这件事情 宋朝人做的是对还是错 这个呢 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当时的宋朝上下一体都是不同意和亲的 这也可以说是宋朝人的底线 那么公主不和亲 这些公主们最后都嫁给谁呢 当年赵匡印在杯酒士兵权的时候 给他手下的大将们两个承诺 第一就是我给你很多的田地 让你富贵终生 第二就是咱们之间通婚 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你把你的女儿嫁入宫 咱们建立姻亲关系 天下的富贵荣华 我与你们共享 所以赵匡印就把自己的亲姐姐嫁给了大将军高怀德 他的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勋贵 其中一个嫁给了使手信的儿子 所以自赵匡印开始以后的几个皇帝的女儿 大多是嫁给了勋贵之子 这应该也算是宋朝皇室的组织吧 这样看起来 宝安公主嫁给勋贵之子王申 应该说是合理 合法 但是和情吗 宝安公主是爱王申的 那王申是爱公主吗 在宋朝还有一个组织 就是为了防止外息专权 所以做了驸马的人 在政治上就不会有什么前途了 你可以享受高公资高俸禄 挂着一个驸马都尉的头衔 但是从你娶公主的那一天起 你的政治生命就可以说是结束了 而宋朝时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是那些世子们的春天 这些世子们都希望在这个开放的年代 能够一展所长 为国效力 王申作为当时世子中的顶流 自然也不例外 咱们再来看看王申身边的朋友 和他经常交往的人中有苏氏 苏哲 秦官 黄廷坚 李福 李公民 这样一些当时的大知识分子 而且这些人大都在朝为官 在政治上也都很有追求 王申自然也想自己在仕途上有所尽敬 而如果他做了驸马 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这也是王申心中的不甘之处 或许以后在他与公主在一起的日子里 他时常会想到是因为公主的原因 导致了自己仕途之梦的破灭 他无法迁怒于当时的皇帝 只能迁怒于公主 这对于保安公主 这时候呢 已经被他的皇兄宋神宗晋升为了蜀伯长公主的赵浅瑜来说 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而且这位公主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女人 他对待王申的寡母卢氏非常的孝顺 卢氏生病的时候 他自己亲自烹制药食 亲自为卢氏吃药 这对于一个公主来说是殊为难得的 那真是以一个儿媳妇的身份来孝敬婆婆的 当年她的姑姑辉柔公主可从来没有管李伟的母亲叫过一声婆婆 不过呢 这也不能怪辉柔公主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清平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当辉柔嫁过去以后 李伟的母亲杨氏来见辉柔 辉柔却对杨氏说 嫂子请坐 当时杨氏夫人是大为不解 说你应该叫我婆婆 怎么管我叫嫂子 后来还是辉柔公主身边的宫女对她做了一番解释 辉柔公主这么叫是不是太没礼貌了 其实还真不是 在北宋的宋真宗年间 在公主出嫁的这件事情上呢 实行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制度 叫驸马升行制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公主嫁过去以后 驸马在家中的辈分要提高一级 以父为兄 以祖为父 也就是说她以前的父亲就变成了她的哥哥 她以前的爷爷才成了她的父亲 那么公主嫁过去以后 见到自己 实际上的公共婆婆的时候 只能称呼他们为兄或嫂 所以就不必行叩拜之礼 这个制度呢 不仅是避免了让公主行叩拜之礼 而尤为君臣之大义 因为公主是君 驸马的父母再怎么说也是臣 所以君不能拜臣 这是君臣大义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这要说起来又得回溯到宋太祖赵匡印和宋太宗赵光义的事情 大家知道 赵匡印跟赵光义呢 虽为兄弟 但年龄差距有12岁 古人呢 结婚早 生育早 这样呢 就造成了赵匡印的女儿呢 可能嫁给的是薰贵的第二代 而赵光义的女儿呢 因为年龄较轻 所以可能嫁给的是那些薰贵的第三代 宋真宗是赵光义的儿子 他的姐妹们的辈分都被降了下来 连带他的辈分也被降了下来 所以宋真宗就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叫驸马升行 这样人为的抬高了他的女儿们的辈分 这个制度呢 实行的时间不长 到了宋神宗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这个有备人伦常理 所以就被废除了 顺便说一下 有可能就是因为废除了这个制度 最后导致了辉柔公主在家中的地位迅速下降 辉柔公主嫁过去的时候 还有这个驸马升行的制度 但是等他复婚以后 这套制度就被废除了 这套制度的废除 对辉柔来说 就意味着黄泉被削弱 而她的婆婆的权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也许这和辉柔公主最后被虐待至死也很有关系 赵潜宇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这套制度 其实不管有没有 以她的为人 她一定会和所有的儿媳妇一样 孝敬她的婆婆的 赵潜宇不光是对她的婆婆好 对王申身边的人也非常好 谁家里都会有几个穷心气 王申也一样 公主对这些人从不吝啬 要钱给钱 算是给王申挣足了面子 公主对王申一直也是关怀备至 所以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公主都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或许王申和公主也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的日子 他们俩有了一个孩子 但是很不幸 孩子三岁的时候就过早的夭折了 这件事情对公主的打击非常大 从此以后身体状况是急转之下 公主觉得自己不能再为王家接续香火了 所以她就对王申说 你纳个妾吧 让她能够接续你们王家的香火 王申点点头凝视着公主 说没想到公主如此的大度 我一定不负公主的厚爱 随后她就纳了八个妾室 没错 不是一个 是八个 这不像是接续香火 倒像是放了一把大火 那么驸马可不可以纳妾呢 这个还真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 各个朝代好像也不太一样 在唐朝如果你觉得活够了的话 你也可以纳妾 在宋朝如果公主同意 那么驸马也是可以纳妾的 这并不会受到什么责难 但是王申的麻烦还是来了 不过和纳妾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是和他的好朋友苏氏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事案 王申作为驸马 消息比较灵通 他事先得知了朝中有人要去胡州去带苏氏回京受审 他把这个消息就告诉给了苏氏的弟弟苏哲 苏哲连夜奔赴胡州 在朝廷官员到达胡州的半天之前 他到了胡州告诉了苏氏这件事情 当时苏氏的妻子 正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昭云 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就把引起获释的苏氏的文稿十之七八全部都给烧毁了 后人对此身为惋惜 也有人因此责备王昭云没文化 不应该烧了苏氏这些文稿 但是想一想 在别人眼里 苏氏是一个大文豪 而在王昭云的心中 苏氏就是他的丈夫 他要保的是他丈夫的命 并不在乎文豪的文稿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苏氏后来被押解进京 关在了刑部的屋台 最后还是当时的曹太皇太后为苏氏求情 宋神宗最后才放了苏氏 其实宋神宗本来也并不想真的杀苏氏 他本人也是苏氏的粉丝 但是因为当时宋神宗支持的是心法 而苏氏呢又属于旧党 当时的心法推进的非常的困难 受到了层层的阻碍 宋神宗正想找一个契机 惩治一下旧党人士 为自己的改革之路扫清一些障碍 而这个时候苏氏恰好撞上了枪口 虽然说宋神宗是苏氏的粉丝 但宋神宗更是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关起苏氏要治苏氏的罪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苏氏后来被贬官到黄州当了一个团练副使 而苏氏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受到了株连 而其中受株连最严重的竟然是驸马都尉王申 因为宋朝的皇帝本身就非常的忌讳外妻专权 王申平时跟苏氏、苏折、黄庭坚这些大臣们打得火热 已经让宋神宗心中不快 现在又透露国家机密 所以宋神宗对他的惩治非常的严厉 不光削去了他所有的官职 还把他赶出了京城 王申一走公主的病就更重了 他的母亲高太后特意从宫中赶来 看到日渐憔悴的自己所爱的女儿是痛哭不止 而他的大哥宋神宗赵虚也亲自到公主府 来看望自己的亲妹妹 宋神宗亲自为公主把脉 还亲自的给公主喂粥 公主看到是自己的皇帝哥哥亲自在喂自己 勉强的吃了几口 宋神宗也意识到了 他的这个妹妹十日无多 于是呢就问公主说 你有什么愿望? 皇兄愿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公主只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请哥哥降旨 让王申官复原职回到京城 宋神宗当时是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 第二天公主刻然尝试 公主去世以后 王申呢也是官复原职 并且从外地赶了回来 在公主葬礼的时候 宋神宗亲自过府祭奠 这时候一直陪伴在公主身边的公主的儒母 在宋神宗面前狠狠的告了王申一状 据宋史公主传记载 儒母说 身不禁细行 至与妾兼主旁 妾束底立主 意思呢就是说 王申的生活极不简点 他数次呢当着公主的面 与他的小妾行床立之事 而且妾看到公主病重 又不受王申的爱护 所以好几次冲撞公主 对公主是立言相向 宋神宗知道以后是大为震怒 马上命令相关部门彻查 所查结果 如母所告 基本属实 宋神宗把王申是大骂一顿 撤了他的官职 如果不是说宋朝有祖制不杀士大夫的话 这时候宋神宗一定会关门放狗 对王申那八个宠妾 宋神宗也没有放过 把他们仗则以后 就把他们嫁给了那些守门的老兵 王申被冤以后 他的好多好朋友都为他来向宋神宗求情 但是宋神宗是绝不松口 即使是在宋神宗面前最有面子的大书法家米福 来求情 宋神宗也是一口回绝 为什么米福这么有面子呢 因为米福和宋神宗的关系非常的特殊 他们两个人是喝一样的乳汁长大的 米福的母亲是宋神宗的乳母 后来一直到了宋神宗驾崩以后 宋折宗继位 不知因何原因 这时候的太皇太后高涛涛 竟然是原谅了自己的这个女婿 让她回到了京城 而且恢复了她驸马都尉的官职 归来的王申已不再是少年 已经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这时候她坐在自己曾经熟悉的庭院里 望着眼前的人去楼空 不由的吟出了这样一首词 蝶炼花 小雨出情回婉照 金翠楼台 倒影芙蓉爪 杨柳青青风鸟鸟 嫩河无处清殿小 此此园林无限好 流落归来 到了心情少 做到黄昏人悄悄 更应天得朱颜老 有人说这首词中体现出了王申对公主的思念 我虽然不是非常的认同 但是我非常的希望这是真的 因为至少这对公主来说是一个安慰 或许对于王申来说可谓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以往然 希望他真的是这么想的 不过我还是想送给王申一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词 有多少爱可以呼来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